对腹膜透析的患者来说,必须要注意引流液的状况,以免造成腹膜炎 腹膜腔是一个无菌的环境,细菌如果进入腹膜腔,则腹膜会受到感染,造成腹膜炎 腹膜炎是腹膜透析的主要合并症,每次换完药水后,必须检查引流液 如果引流出的药水成混浊样,通常是腹膜炎的第一个症状 并会伴随着腹痛、发烧及胃寒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症状 一旦发生腹膜炎,会产生水肿,腹膜沾黏心维化,造成过滤功能不足 严重甚至导管必须拔除,而无法继续执行腹膜透析治疗 腹膜炎就是腹腔里面的那一层膜、腹膜发炎 原因很多了,细菌感染等等这些最多 最常见的就是类似蓝尾炎、盲肠炎、胃穿孔 大肠的气势破掉的发炎或胆囊发炎都会产生腹膜炎 绝大部分,99%都来自于续菌的感染 缘发性腹膜炎临床上较小限,是指腹膜腔内无缘发病灶 病原菌是经由血型、淋发途径或母性生殖系统 感染腹腔所引起的腹膜炎 多鉴于体质衰弱、严重肝病患者或在抗病能力低下的情况 激发性腹膜炎,是临床上最常现的急性腹膜炎 激发于腹腔内的胀气穿孔、胀气的损伤破裂、炎症和手术改难 自发性细菌腹膜炎,是腹膜炎发生在一个明显的污染来源情况下 它发生在有附水的病人,尤其是耳童 网级新闻即日,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